啊 以整合陸海空三軍大戰為終極目標的 WorldGaming 繼目前正在營運的戰車世界 還有進入到測試階段的戰機世界之後 現在最後一塊拼圖以海戰為主的戰艦世界 也釋出手織熱血的戰鬥宣傳影片 讓玩家搶先一睹刺激的海上戰場囉 從影片當中可以發現戰艦世界雖然是以軍艦為主角 不過由於時空背景是採用現代的海上戰爭 所以空軍也在遊戲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囉 因此除了要面對敵艦的猛烈炮火之外 還要以防空火力阻止空軍的襲擊喔 目前預計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主角美國和日本 一開始就會具備完整的科技術 之後將會陸續再加入英國、德國、蘇聯、法國 以及意大利等其他國家 而戰艦世界也將會有四種類型的軍艦 分別是搭配大口徑砲管的主力戰艦 能夠快速移動的驅逐艦 負責獵殺驅逐艦 並且具備防空武力的巡航艦 還有就是搭載著各式戰機 玩起來類似即時戰略的航空母艦囉 戰車世界、戰機世界再加上戰艦世界 玩家們你準備好 面對一觸即發的陸海空大戰了嗎